欢迎收看1月14日的视书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随着全美实施有限感染的防疫策略 经济活动正在逐渐正常化 劳工部数据显示 2021年12月第一周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已经创下52年以来的新低 说明许多民众已经重新投入工作 但各行各业仍在高呼 招不到工或者找人困难 让人不禁感到困惑 人都去了哪里 今天的视书新闻 我们与您一起来探讨 南加州乃至全美多地都出现招工难的问题 不少华裔雇主都归咎于EDD发失业救济金 和大麻农场吸走太多人力 这两个原因在2020年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曾经一度影响到了南加州的劳力市场 但是两年过去 EDD的失业救助金早就在去年9月就停止了发放 并且最近当局已经开始清查烂领福利的现象 而大麻种植在过去一年市场极度饱和 价格暴跌 许多农场早已关灯倒闭或者被查封 而还在经营的大麻种植场也在抱怨招工难 因为薪水竞争不过别的行业 那么既然EDD取消了大麻厂也开不下去或者也招不到人 加州的人力都去哪里了呢 其中一个去向就是流向了外州 华裔王先生原本在洛杉矶市的一家酒吧做酒保 早先因为疫情下的封城令 酒吧和餐馆都封闭了数月时间 没有工作的他干脆去了内华达州 那里的赌场酒吧还是在开放 他还能继续工作 如今加州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了 但王先生除了过去两年的工作攒价的钱以外 他还炒币赚到了一笔钱 买了一栋房子在内华达州已经定居下来 无意再回加州了 其次最近疫情反扑 Omicron感染率相当高 不少员工都需要请病假在家隔离至少一周 这也成为缺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加州本地的老物市场 因为疫情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尤其是华人的物流行业 因为网购比例的增加 仓储物流业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 很多工种的薪资待遇更是连连调涨 因为这个疫情 货量来讲 你刚刚讲的物流行业 其实招人招的比较多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增长 像2020年整个 我们物流行业来讲 对于比如说海外仓 网购的这一块的业务 大概增长了500% 对吧那个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从中国那个出口到美国来的 因为这个工作增加了工作量增加非常的多 所以需求量 就是说员工的需求量要更多了 比平时造成我们的勇猛 对吧 找不到好的人来来工作的 那可能是没有经验 或者说呃本身做的不好 对吧 那我们看中的比较有经验的 那可能他还要挑来挑去 对吧 呃薪水方面来讲 就像你刚刚讲的 原来我们大概在2019年疫情之前 大概一个五年左右的 那个有经验的客服 大概我们的薪水在3500到4000左右 那现在起码4500以上 对吧 你可以还可以跟人家 呃就说谈有兴趣 当时我们我记得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 招很多大学刚刚毕业的那个呃一些学生 呃我感觉是不是我在面试他们 是他们在面试我 对吧 所以完全看就是说呃实在是比较吸引 或者说怎么样 他们才愿意出来工作 呃餐馆行业觉得很多人都流到物流行业里面来了 呃我们做货带的 对吧物流行业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个不同的工作 像我们是做货带的呃是勤资产对吧 呃没有太多的这种资产的对吧 我们呃那个竞争力相对来讲 没有像现在目前的比如说有卡车有仓库的 因为他们现在整个物流行业里 楼上最缺的就是卡车仓库对吧 大量的货来了以后没地方放 所以整个仓库抱的一塌糊涂 所以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啊 因为餐馆收入低 所以跑到货带来了 货带也找不到人啊 对吧 所以整个人去哪里都不知道了 就完全都不一样 像开本体的那种到港区去提货柜 或者说到机场开那种啊 去送货的卡车 大概约收入在八千到一万左右 对吧 当然比之前要多的多了 但是开那种长途到美东去的 差不多一个月两个就是收入大概在两万块钱左右 目前我们货带的对吧就跳到去做卡车了对吧 卡车的楼口的别人去跑长途了对吧 所以很多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一个调节一个变化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说我找不到人 除了以上职业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转行做软件工程师 在美国尤其是加州软件工程师的薪资很高 根据indeed的网站的估计 在加州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基本薪资为12万2620元 这还不算一些公司的年终红利股票等 也算是员工收入的一部分 其实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转为马农 不仅是因为高薪的诱惑 还因为现在转马是越来越简单 新手零基础也有很多成功上岸的例子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针对转换职业跑道人士的bootcamp 也就是训练营 通过几个月时间的集训帮助民众成功上岸 有的训练营甚至还包括找工作的服务 现在代码发展的是越来越简单 这也有利于半路出家的民众更好上手 一些代码语言例如Python 零基础人士也可以很快上手 并且目前发展出不同功能的代码包 直接安装即可 省去很多写代码的工作 此外 软件工程师面试有技巧 有很多人通过刷题 采用提海战术 通过刷题群组讨论和互相帮助传授经验 顺利通过面试的技术测试 新冠疫情以来 随着联准会大水漫灌 资本市场出现闭着眼睛赚钱的状况 部分投资者赚的是盆满钵满 提前实现财务自由 不愿在外出辛苦工作 以华人当下热衷的炒币为例 比特币2021年成长17.85% 以太坊成长185% 狗狗币则是1454% 换句话说 假如2021年初购买1元的狗狗币 到年末就变成了1454元 除了数字货币以外 美股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异 史坦普500指数成长约25.52% 当各行各业都在嚷嚷着招不到人 认为劳工都转去了 其他更加高薪的行业之际 其实情况也并非全然如此 他原来在疫情之前 觉得工作非常重要 每天都认真正进进一业的工作 担心失去这个工作 养家糊口或者说怎么样 压力比较大 所以谁都不晓得说 一旦失业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就不敢随便辞职 不敢随便待在家里 但是就是说通过这个疫情 长时间待在家里 发现说也一个 当然一方面有政府的补贴 政府补贴没有了 对吧 好像也能够活得还可以 就是说一个人待在家里 懒散关了以后 你要叫他重新再去工作 或者说怎么样 他可能就会挑三紧四 所以很多人 反正在家里待了那么久了 继续待嘛 去工作也就 拿个几千块钱 扣掉税 对吧 拿到手里也就 一两千块两千块钱 或者说怎么样 所以还不如待在家里 没钱了 我出去开Uber 或者说总共有地方 可以现在外面赚钱的机会 可能还是很多 对吧 不愿工作的躺平潮 已经从中国飘洋过海 来到了美国 对于如今不想上班的浪潮 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 事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